OS 刚刚有学过OS.System 后面可以加一些命令提示资源里面的输入输出的指令 第二个OS.Path 目前的那个这个Path应该顾名思义 目前的这个路径里面后面点Elite 是不是检查一下这个底下有没有这个档案的存在 所以然后如果是的话就把它履目掉 OK 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之前我们是用DIR 假设我今天不要用DIR 所以这个DIR这个我可以把它删掉 假设我不要用DIR这个也可以把它删掉 但是我需要把那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档名都帮我return回来的话 其实这边它提供给我一个方法 那那个方法叫做OS.Work 不过OS.Work的使用的方式比较特殊一点 你必须用一个回圈去把它里面全部东西捞出来 那怎么捞特别注意 它因为在一个目录里面它会提供给你三个东西 什么三个东西呢 比如这个圈有它第一个会return给你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现在的路径在哪里叫root 第二个呢里面的资料夹有几个 第三个这个目录里面有几个档案 OK所以这个旧的先把它删掉 等一下发现错误 OK 那所以呢会有三个东西return回来 那我必须要去接它 第一个叫root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第一个叫你的那个路径的根目录 目录名称 第二个话呢就是你的档案 会有很多个假设你目录里面很多目录 它dis 第三个呢它会return给你里面的档案叫file 我给它取名称叫file 所以这三个名称自己取的 后面加个in 空一个有点像 for什么in 后面加一个os.work work的话意思说帮我把它里面找找 找瓜糊 它会问你说那你那个目录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我就把那个目录名称给它 那我偷懒一下拿这边来call 这个在c底下的这个里面有个全省邮局地址 把它放过来 然后后面加一个who双引号 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目录里面帮我检查一下 那其实它会给我们三个东西 可是其实我只要一个 就什么呢 其实我只要这个file file 它会帮我把这个丢到 这里面的所有档案放这里 如果有目录它也会放 不过这个目录跟这个名称我们不需要 我们主要是需要这个file 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ok之后的话呢 那后面再加一个冒号 这个最后结束冒号 那当然我底下这个先把它注解 我先printl给各位看一下 注解一下 那如果说我想知道说到底它也没有回传正确的党名副党名给我 那其实我可以怎么printl printl什么呢 我其实我只需要什么file 所以你这边files你把它printl一下 你会发现主要是这一行 因为这一行其实不复杂 但是非常重要 以后可以靠这一行 直接可以把目录所有的党名副党名都抓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 printl一下看到不ok 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 这个时候 它就把file里面有没有 三重中立 一直25个到凤山 全部都帮你丢到一个串列里面 那不就等同刚刚dir的结果 但是dir开头第一个不要 可是这个第一个要不要 第一个要嘛 因为它那个dir 刚好朋友问到 那我怎么会多一个dir 没办法 因为它会先建档 再dir输出 所以会多一个 那我们刚刚file圈里面就避开0嘛 ok 所以这里的话如果ok了 那接下来怎么做 就很简单嘛 这个printl就不要了 那剩下来就是什么 把这个程式 我run一下 那怎么run这边之后 你把这个注解拿开 但问题喔 诶 它一层回圈 然后回圈第二层回圈 所以记得喔 请你把第二层回圈怎么样 一直到printl上面 请你再下一阶 所以特别最好 这个哪一个选到哪里 选到printl上一行 ok 也就是 这个for回圈里面的所有程式 再按一个tape键 让它怎么样 下一阶 ok 意思是说我先取得 那个files里面的所有档案 然后呢 再做什么 做后面的事情 所以刚刚那个 我是丢到第11 啦 不过现在是丢到files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盖过去就好了 files 然后这边也叫files ok ok 所以记得喔 第一把这个打上去 应该不难记吧 它特别注意 因为os.work 它一定会丢回来三个东西给你 所以你不能说只接一个喔 不行 它一次会给你三个 所以你要接三个东西 这是它的规则 因为我看它官方的说明 它会丢三个给你 你就要给它 就是三个容器就对啦 ok 三个变数去接它 这个是规则 它里面就这样子 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我就一个来接它不行 以后前面如果那个删掉 它就是 变成它给你三个 你只有一个 它就接不到它就错了 ok 这是它的规则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 把这个files拿来用 其他就没有要用了 所以 如果未来 你的目录里面 还有纸目录的话 你也要那个纸目录的名称 你就是再把dis拿来解析 拿来串接 你就可以 比如说你的目录里面 又有很多的目录 然后目录里面 又有很多档案的话 有没有 很多层 你可以 就可以 再继续往里面搜寻 然后继续串接 不过那个已经相当复杂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目录里面还有目录 可不可以 那你再去解析dis 目前我们先不要那么复杂 因为我发现 这样已经 对有些同学来说 已经负担很大了 如果这个ok 其他 大概应该ok 后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一样怎么样 就是把它读进来 然后写出去 合并完成 并且把它开 开起来 我看先不要开 每次跳出来 感觉有点怪怪 那我们来试一下 有没有ok 基本上 print它 ok 看一下结果 合并完成 看一下结果有没有ok 80几k 82k 打开 不过感觉怎么从中立开始 中立 中立 对 ok 所以你看吧 要很细心 这应该输入0才对 为什么刚刚1 因为我们跳开 dir.tst 对 刚刚有多一个 所以我们从1开始 那现在的话 因为它 第一个是三重 所以刚刚如果漏掉 这一个那就不对了 所以再跑一次 ok 然后这样的话呢 输出 看一下 86了 所以86k 应该ok 打开如果是三重的话 那就对了 ok 应该可以懂了一下 不过 我觉得以后你要 你想说 老师那写哪一个 比较ok 其实好像写这个 比较正规 那刚刚那个 第一个方法是 刚好最早想到的 所以有的时候 解决问题的写法 不见得你一次 就可以写到 最到位的那个方法 你就慢慢慢慢在修正 反正先可以求 事情可以解决 然后再慢慢想 因为那时候可能还不会 OS.work 对不对 然后突然又会了 那就用比较正规的方法 解决问题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这个写完之后 可能就要再给各位一个题目 就是说 如果因为工作里面常常都这样 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 然后资料就是合来分 合来 再来就分 分在合 反正经常就是给不同的人 给不同资料 给月上面的又要完整 给下面的又要分割 所以有时候要分 分完就要合 所以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 可以帮我把什么 在后面改写 后面又要再加一点东西 请你帮我把 欧合并之后 把旧的删掉 所以只剩一个欧 ok 然后呢 再回过头来 再把欧分割完 再把欧删掉 就是怎么样 让他 合并完了 合成欧 欧再分出去 就会又恢复成原来 比如说三重 中立 枫园 一堆 ok 所以有点难了 不过其实这就工作上 会遇到的状况 模拟一下 比如说 合并了 那我们假设未来 还需要把它 就是合并完的 其他档就删掉 那我要把什么 把那个 这个 oh 再把它分割出去的话 有没有 什么好方法 可以把它再分割出去 那分割会不会很难写 其实这想想看 诶 怎么 合 怎么分 这个想想看 因为这个方法 当然这也是有同学提到说 老师以后我需要做 档案分割的话怎么做 这个就好问题 不过就是要想想看怎么做 试试看先利用OS.work 把那个里面的 档名跟副档名丢到files 然后再根据files里面的东西 分别把它合并完成 那不过跟刚刚差别是 我们就不用避开第一个 我们从 第0个开始 因为第0个就是三重 给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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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